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说一说 这次当然我不希望我们说的是重 现在貌似不幸延众 不幸延众 但是关不关于那个原因呢 他们暂时说不关 什么事呢 现在大家知道瑞典近期发生多喜 是窃读某宗教经典的活动 也引起了他们整个宗教世界的抗议 甚至有人说要 伊朗说 你这样是不是等于向我们宣战 我们只可以做一些行为出来的 国内的局势也是升温 国外更加升温 因为整个某宗教世界 对于他们 他们肯定是相当地谴责 还有是生怒 和愤怒 瑞典 居住土耳其 刚刚也是土耳其 土耳其是某宗教国家 西埔城市 是伊芝密尔的名誉领事馆 原来刚刚发生一宗大事 一名在领事馆工作的 这个女子 就是中了莲子羹 当然了 其实 这位女子虽然是领事馆工作 但是原来是土耳其籍的 只可以这么说 令人是 相当地担心 伤势是危态 他 向他动手人已经被捕了 当地媒体就说 事件应该是暂时 不涉及一些政治因素 动手的都是一位 土耳其公民 来自东部的阿格里省 疑似有一些 不稳定的 精神上有些不稳定的 当然了 估计他 是因为对签证受理情况不满而动手 这样就动手了 土耳其司法部日 已经对案件 展开刑事调查 瑞典外交部 当然始终他也是他 都叫做外交官员 不过就不是瑞典籍 亦都是说 住土耳其总领事 已经前往当地了解事件 当然 瑞典近期发生多喜 窃读某宗教经典的行动 部分 是在土耳其大使馆外发生的 所以大家为什么 这么紧张呢 因为我们也担心 最后可能有什么大事发生 只可以希望他没事 因为他说危态不知道是 到什么状况在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 得到的消息很少 其实瑞典政府 刚刚 也都宣布 在最近 发生那么多的BBQ事件之后 窃读别人宗教经典之后 瑞典 面临的威胁是大增 所以你不得不收法 我都说过了 我们也不想一语成章 但是 你这样做 你肯定有很大代价 我说言论自由 都是那句你真的可以这样做 但是 你都要想想你相对付出代价 你觉得言论自由 他就是觉得不是 当然你可以坚持 你可以继续 但是你 成立北约城国 会不会是有阻滞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 你的公民有没有 安全的 潜在危机 有 那么你愿不愿意坚持 你自己取写 当然我不会屈服 都是你的取写 都是你的取写 每个国家有 这个 注重的地方 你自己取写 你觉得 不行 我觉得这些 我就觉得这些不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应该有条底线 当然你觉得这个是神圣不可侵犯 其实你说的不是等于 某宗教人士他都觉得你这样 对他这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 瑞典面临的威胁 瑞典手上 克里斯特松 他就说是很担心的 他们将会是加强边境和内部控制 想不到 边境和内部控制 结果领馆 是 不可以 领馆 好像保安 不可以 当然你可以得罚事件 不一定关这个事 暂时他就说不关事 当地媒体 但是 他说是 保障各位安全 其实这个 保安是不是都有不足呢 你都要检讨 并且 给予警方更广泛的权力 来对 大家进行 折查 和搜查 最近几星期 瑞典和鄰国丹麦 一系列的 这个活动 当然 有些就是BBQ 某宗教经典 有些就踩 有些就撕 引起了全球的某宗教人士的震怒 并且 全球的某宗教人士 就要求 相关的北欧国家政府停止 这种洩毒他们经典的行为 事实上 我就觉得 他再不做的话 即是你再不修改法律 我说我不可以跪的 我不可以 向这些人跪 那 也是那一句 OK 真的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你的国民有问题的时候 你 亦只可以 想一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 当然 向人动手是不对的 你说明白 向人动手是不对的 但是 你也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 会不会 从一个地方去 堵塞 或者是 令到这些事情不发烤 那么你的国民安全一点呢 还是 你觉得 我要坚持 这些是言论自由的部分 都是那一句 OK 那你坚持之下 你就要评估 潜在风险了 是不是 那么 现在 瑞典总领馆 他们 他们 总领市 其实也会前往当地去了解 瑞典外交部也说 不会针对外国市团受到威胁的情况 或者 现在是采取 哪些安全措施 发表 任何评论 其实他这样的意思 外国市团都担心 有 这个威胁 因为 这样可能 和采取措施背道而言 因为他担心 如果说了有什么措施出来 别人就按照 那些措施 去拆招 拆招 是吗 是吗 当然 瑞典 是不是大事 瑞典和丹麦都大事 我们之后有一节 就说 他们 有没有机会和 某宗教世界和解 有机会 但是有群人肯定 左手左脚 那群人肯定 左手左脚 因为发生这么多 虧读别人经典的事件 其实瑞典和丹麦 现在在研究 如何合法 限制此类行为 为了缓和 全世界的 某宗教人士的 紧张的局势 瑞典首相 克里斯特松 亦表示 瑞典的安全局势 很复杂 其实就是你法院一个判 一个判继续可以做这些行为 你就搞到整个瑞典很麻烦 他就说他是依法办事 他说这个是言论自由不可侵犯 尤其是 要收法 提议收法 提议 当然我们 他们怎么会听 自己思考 尤其是因为瑞典 加入北约被推辞 他也说政府将暂停加 强 内部 暂停 暂时加强 暂时加强 内部安全和边境管制 给予警察更多的权力来盘查可疑人士 他也敦促 大家以负责任和尊重言论自由的方式 也要尊重别人 你说这句真是讽刺 他们就觉得你不尊重他 现在 他的意思是 我们又要尊重别人 但是 我们都要行使自己言论自由 但是 劉尔就觉得这样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但他就觉得不是 他觉得你不尊重他 现在就是 是吧 克里斯特松昨天的记者会也说 像瑞典这样的自由国家 你有很大的自由度 但是 随着这种高度的自由 而来的高度责任都是你 都是这样的 即是说有高度自由也有高度责任 你这样说就可以了 现在才说 高度自由度那些 好像想搞事的人 高度自由度我们去瑞典搞 对 阿北帕老丹也是瑞典公民 双重国籍 帕老丹只是一个右翼仔 你说 高度自由嘛 我就去那里搞 但是他又嘲嘲 可能 怕得罪国内 有些人 合法的东西 并不一定合适 因为他可能很糟糕 但仍然合法 我们 是想着在国家和人民 之间 是促进一种 相互尊重的气氛 你一说相互尊重他 他现在觉得就是你不尊重他 你说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 那那些 瑞典本地的 白人我们都要人家尊重 那大家有个妥协 这些肯定要大家妥协 是吧 你又不可以大了 是吧 那当然 其实 星期一的时候 57个国家组织 移成的 这个伊斯兰合作 组织 OIC已经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最近的 这个发展状 就是这些事件发展状况 并且强烈 谴责BBQ他们的经典 那这些组织的成员 是 他们说明的 这件事 这些事情 就是对他们经典的 舍毒 他们就说 会采取 政治 或者经济行动 就是报复 这么说 克里斯特松也说 对瑞典的言论自由的法律 全面修改 你不要以为提上议程 他说完全没有提上议程 我以为他很坚决 我们没有提上议程 但是政府正在研究 改变规则 如果对瑞典的安全 构成威胁时 警察可以 如果对瑞典的安全构成威胁时 警察可以阻止在公共场合 是BBQ 人家经典的 但是 你小心 那些人 有可能 转到法院 有可能说你不合法 警察不合法 对呀 作出这个法律挑战 是最好的 但马上说你只有修法 你只有修法 貌似好像只有一条路 一路永逸 这条路很难 但是 比较容易 将来有法律理据去阻止那些人 对不对 克里斯特松也说 我们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包括人权 也包括言论自由的看法 都完全不同的 瑞典并没有根据其他国家对瑞典的要求进行调整 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是呀你不用根据的 但是你之后要不要呢 你自己想 其实 现在 这些活动当然很少会回报的 但是我看回 他们这个半岛电视台 原来还有很多地方 是有 是麻烦了 是反瑞典和反丹麦的 这个叫做 大有行 这些 说真的这些 如果是西方 如果是中国做的 肯定是政府煽动出来 我不相信是政府煽动出来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 对于自己经典 这个比生命更重要的 知道吗 你们很关注 某宗教团体的人权 你问一下他们 你问一下他们 可以煽动 你说这个 原来 这个美国又以强迫劳动的理由 是制裁了一批中国企业 你 这么关心 你有没有关心过他们这些诉求 为什么联合国你投反对票 人家某宗教国家叫你 过一个议案 你为什么投反对票 你这么关心 他们那些权利 原来他们就说 强迫流动 强迫流动 不关政府的事 那你也应该谴责 你没有谴责 但是 这个强迫劳动 新疆的这个这么紧张 这个是什么标准来的 标准的商标 标准的商标 我们这次节目也说过了 其实他们的商标 都是 对于他们来说是正常的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